我們要了解任何事情 我們要輕輕地 要做個明明白白的事 我們不能像這個 中國大陸那位專家講的 中醫讓人如理糊塗的 西醫讓人明明白白的死 這是自己很吊詭的 也是值得人深思的事情 其實中醫 中醫才是讓人明明白白的活 西醫讓人如理糊塗的死 應該電腦過來講 林哲良就是這樣 我做團隊講 我恐怕很少讓人像我去注意這個事 我這樣分析 你想想是不是這樣 大家可以用腦筋的方向 你如果懂得生命的道理 你懂得生命的道理 你就知道 我在講這個之前 生命的道理 我跟大家說 來 大家盡量你的臉 你們要記得 我們不是 只有我們人有醫生 天上分得了有醫生嗎 水里游的雲有醫生嗎 山上的那些野生動物有醫生嗎 為什麼那些如果他們沒有受到外來的傷害 或者他們在食物鏈裡面 與別的落露強食 被其他動物把它捕殺了 獵殺了 基本上一般的野生動物都會活到天 唯獨我們這個人 要知道 問題在哪 所以其實我們人類的健康 我們人類的醫學其實是出了大問題 這個合理吧 那問題就在哪裡呢 我們把問題找出來 各位 任何生物 我要說一遍 任何生物 一個人 一隻大蟹 一個螞蟻 一個老鼠 一個蟑螂 它都有三個本 本體 生命的本體 第一 自我負責 第二 自我調控 自我調控 這個調控就涵蓋 剛才我們劉球美甲的免疫症 免疫症是生命力當中的一個項目 這個都是本能就存在的 還有一個 自我的適應力 你看我們人類 我們人類要生病 是非常困難 我們可以從百急 滑到遲到 你都不會死掉 你對氣候的適應力 你看有幾種物種可以這樣做 只有人 人可以東吃西吃 來從水裡游的 鑽地裡鑽的 天上分的 兩隻腳的四隻腳的 植物動物通吃 人還可以 就表示人的這個消化系統 是了不起 那你又看其他的野生動物 你看五尾雄就好 五尾雄只能吃游家裂育 而且在特定的幾種樹種 吃錯了 他會死掉了 就他們的適應門禮 不如人 所以人要把自己搞得生病 是夠天才 是夠折騰 所以今天來講 我們的醫學 在這樣的基礎上 是不是真的了解了 人與人的這個生命的三個本質 我們要在這三個本質上 以中醫的致病方式 扶症跟騎血 扶症者就生命的這些正常功能 一本之零 吸血者 把造成生命 當這假的這三個本質的百能的功能 如何的 把造成這樣一些障礙 昨天假的讀書 把他氣了 把這些障礙打掉 這就是整個氣 另外還加了一個 五百二朋友 當然這個方法 很對 其實中醫八個字 把所有醫學都含在這裏 但是這些東西 為什麼我們這裡 包括文字教人家 物來把它變成什麼呢 我認為要變成 從小時候一連擊就要讀書 應該普及健康 如何安生立命的知識 而不是把它專斷化 狹窄化 複雜化 變成一個專門的學科 成為一個專業 這是很可怕的事 這是人類的分析 我認為這是人類的分析 過去我們老祖宗 從幾千年的文化終於補下來 大家會把它當一回事 就我知道現在 連我們中國醫科大學 甚至我們中國 什麼中醫科 現在叫醫科大學了 是不是 你說台中那個 對 台中那個 中醫藥大學 叫中醫藥大學 好像你要環地未經 只是參考書而已 這是很糟糕的事 好 我們不談這些 我們來談談談 我們就了解我們現在怎麼看病 我們視病為第一 除此而後患 各位 第一個病是 理念發生 病呢 人就是兩個專程 一個就是沒有病的專程 或者健康專程 一個就是異常專程 這個異常專程是什麼 是人體自我 調控自我 繁衛 把不良因子 人體的這三個百能 同時發揮作用 在中醫藥來講 正行交針的一個表現 這個真的就有點像 我用一個很簡單的筆記 大家要聽懂 盧高橋事變 日本人打來了 我今天要不要點看 各位 各位手機 日本人打來要不要點看 有 他們開槍 我們要不要開槍 有 他們用炮彈 我們要不要打炮彈過去 這個戰爭場地裡面 有敵經有火經 但是這個炸火隆隆 就叫做病理表現 所以 請大家一定要把清楚 一個疾病的現象 它是正习病存 只是說正乘了 病就弱了 敵人就弱了 我們今天就贏了 我們病又好 火經如果弱了 敵經強盛 病就也來也演奏 就是這個道理 那中醫什麼叫做伏鎮 這個大家就理解了 中醫的伏鎮 就是強化火經的病例 讓火經 鑑識補給品夠充足 讓火經彈藥不缺乏 同時斷結敵經的補給品 消弱敵經的能力 這叫做氣血 你看我們白病有百因 百因毒為小 那些毒都是對敵經的強化彈藥 我們把那個一斷 斜的死就弱了 我今呢 為什麼我們今天 各位今天為什麼我們 就用我們的活動來說 為什麼要和大家喝小米蘭花粥 其實也是福正之力 奴彼的位器 位器一起來向下的推力 包括我們的大腦就會偵測 有這樣的信心 對大 對對對什麼 對我們的殘道 就產了一個推 所以 強化我們的 再一個 我們有慰氣 昨天講過 有慰氣則生 無慰氣則死 這些事都很通俗的道理 不需要到醫學院去學 這些知識就是 應該普及到從小的表現 小孩子就懂得這些 他就懂得怎麼吃怎麼餓 哪來那麼多病可以生 好 這個就是 大家要把這三點解釋 什麼叫做病 這叫做病 病是敵人 不是 病是一個問題 是身體的一個問題 而且這個問題當中有症有死 這個要分清楚 心醫抗病是不分正確的 你們有正確的 各位你們不相信 你們請看 任何的報紙 最近 你們看嗎 最近的 我們唱歌 唱歌的那位 那位博士 當然我們都 對任何人士的犧牲了 晚生我們都 生病 哀悼 但是你要去看 主要等於是一個 他們的治病就正確的 就一味的用藥去壓制它 那壓到最後生命就不見了 這就是一個例子啊 好 什麼叫做藥 請你們看清楚 所以說到這裡啊 我很感慨 過去 在過去 我們中文英文中 西方文化進入到 中土來的時候 我們的翻譯出了天大的問題 我們竟然把我們中醫 中醫的藥 這個藥 跟西方的這個 這個medicine或者 主要的化得來好 這就是天大的理由 我們的藥跟西方人的藥定義不同 作用不同 就物資材料也不同 不可混為一條 後來這個很重要的事情 為何 你們不相信 尤其我到日本去 我沿沿的一些火車站 我怎麼沿沿的一看 有一些什麼 叫做 drop, stop 毒變的 我說其實這怎麼可以公開犯毒呢 哈哈 結果一過去 沿沿是要變的 他自己用英文叫 drop, stop stop 三倍 drop, stop 誒,不是很奇怪嗎 自己就說 其實西班人也沒有騙我 他就告訴你 我是用毒 我是專業的用毒 但是我們竟然 把這樣的東西頂到了國家 這個很奇怪 這個時候我覺得奇怪的意思 那麼大家要了解 這個毒的大部分 都是骨酸的 它被食物是不能刮的 所以我也可以問衛生素解釋一下 為什麼食品沒有要效 你看打完就有 食品沒有毒性 當然沒有療效 沒有什麼療效 沒有症狀控制的療效 大家理解嗎 你講不清楚 我講得清楚 食品不可標版療效 對 但是你要把療效定義清楚 那個療效是按照西班醫藥的定義來定的 西班醫藥的定義就是凡藥就兼毒 大毒小毒多毒不同而已 它的作用是什麼 它是症狀控制 大家知道嗎 這叫做療效 我們也承認它是療效 但是此療效就分比療效 這就是我們好奇想會 老師 我送給你一個文章 此療分比療 要說清楚 既然是症狀是可以控制的 有它的作用 但是它的副作用是在所難 你去看一個藥品 這一面的作用 其實往往沒有負面的作用 來的 但是大家都把它成 叫做什麼 照單前生 你看就很奇怪了 很多人要吃中藥 或者要吃寡結瓶 或者要問你有沒有有副作用 那才奇怪呢 為什麼到醫院去看病 或問問醫生 這個藥有沒有有副作用 不是很吊詭的事嗎 我們民眾自己要難聽一下 你既然那麼在乎 為什麼吃西藥你就不在乎 不能怪大家 只是因為大家都 再有一個大家就認為 因為那叫主流 難道主流就可以有什麼 我們用一些不禮貌的話題 只洗周光放火 不行 百姓等 周光放火不醉 百姓點燈有過 是不是留意這樣的一個社會協想 是